我們進到這個簡報的第60頁光明電阻的部分 那光明電阻呢因為他已經內建在我們SMART上面 所以也不用接 也不用接 那 他使用的角位啊 他使用的角位是我們的這個叫做A0 A0 但是呢 積木裡面用的是A0 但是在SMART上面是叫做AB 這樣了解 像我們這個 有沒有這裡有毛毛蟲 這裡有三個 這三個就跟我們的光明電 那個三色LED燈是共用的 所以平常我如果說 沒有特殊情形 我們就不會去特別接這幾個已經有用到的角位 因為如果我接在這個角位 我們剛剛LED燈不是接在上面02嗎 如果我接在15 就是LED燈亮的時候這裡也會亮 不是不能用只是會因為他是共用啦 共用所以那個 燈也會跟著亮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呢有了這個你看 我們家裡面的那個 銀水機有沒有 這裡也有光明電阻 也有 所以有這個就叫做 省電奇機 為什麼因為 比較暗的時候我就不用開啊 對不對 溫度就不用那麼高啊 就會省電嘛 那各位知道 家裡面 電器 最耗電的 叫做冷氣 第2名叫做冰箱 第3名就是開銀機嘛 但是各位 你們常常也是罪魁禍首 電腦 電腦也蠻耗電的啊 對不對 而且都開一整天 所以 最常 最耗電的當然是這幾個啦 那 所以如果說像這個有加上光明電阻 其實當然會有省電的效果 那麼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先來看積木的部分喔 好 積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邊 硬體我們先把它接起來 這裡 剛剛這個我就不用了 先把它停止一下 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沒有停止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們上面這裡 請問 這裡能不能按 不能按 好就沒有辦法換 第二個 再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你有積木 不用了 請不要亂丟 因為有些層次 這種積木層次 有些是可以這樣丟 但是Barkley不能這樣丟 因為這樣丟還是產生層次嘛 所以你如果真的不用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 真的丟到垃圾桶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 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有沒有叫停用 有沒有變灰灰的 就是說你暫時要先留著 那你就把它停用 這樣它就不會產生真正的 那等到你要用的時候再啟用就好了 這樣也是可以 因為有些可能覺得說我寫了 不想再重寫一次嘛 對不對 那這樣就可以 好那我就把 這幾個 先丟掉囉 可以嗎 LED燈等一下我還會用到它 所以我就先留著 好不好 就先留著 那 我還要增加一個 那我就要考考各位囉 光明電阻 你覺得在哪一個類別裡面 發光沒有 不用看 你覺得在哪裡 環境偵測 沒錯 因為我要偵測環境嘛 包括超音波 溫度濕度 紅外線 有沒有 聲音 有沒有看到光明可變電阻 就是這個地方 按一下 好我就把 這個硬體先抓進來 我們在寫機目原則上就是 硬體都會先進來 就是好像我們開電腦是不是要先做初始化一樣 對不對 開機了之後是不是先 主機板先跑過一次沒問題 才把 作為系統載進來嘛 跟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好 那這個 角位就要注意一下囉 我們用的是不是A0 好這裡要改喔 這裡要改 改成A0 所以我有一個LED燈 等一下要用 還有 一顆光明電阻 那 這樣子 硬體就好了 所以這個我就可以先收起來 等一下呢 我們需要的這個互動方式 請你把它改成 顯示文字 因為光明會偵測什麼 光線的 強弱嘛 所以我們需要能夠知道 這個光線強弱多少 你就把這個換成 所謂的 顯示文字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先等各位喔 大家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看到簡報第64頁 這裡好了 我就可以把光明電阻抓出 取得的值抓出來 那 光明電阻它可以 偵測的值是0到1之間 是0到1之間 順便問一下各位 我們一般亮度的單位是什麼 流敏 對 就是像那個我們投影機啊 那些都是流敏 但是這邊是跟它沒有關係的 這邊就是它 取得0到1之間 取得0到1之間 所以呢 如果呢 你在這邊 這裡 我就來告訴它 一樣 找剛剛那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開始偵測的 這個積木 你把它丟出來 那我是不是要把它顯示在右手邊 這樣我才知道你偵測到多少嘛 所以 顯示就會在這裡 這樣知道了 把它拉出來 記得喔 要放在這個積木裡面喔 那顯示的內容 就是我偵測到的 光明電阻的值 就在這裡 好所以我們play一下 有沒有看到那個數值的 這是我這一台的 所以我靠上面一點 靠這邊一點 有沒有比較亮 最亮的話 不是跟我一樣舉高高的 手電筒拿出來 你手機上沒有手電筒 你照下去就知道啦 對不對 那 我就把這個地方 對啊你要最亮的 各位 哪一顆是光明電阻 左邊還右邊 我看到有人這樣 遮這裡 想說怎麼都沒變 因為是這一顆好嗎 你不要遮錯顆了 這樣了解 對不對 遮住就會變暗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用手 所以它不會完全變0 那你要完全變亮 最亮就是到1 你可以試看看 你可以試看看 你們 取得數值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看到那個數字會有點害怕的感覺 你有沒有算看看幾位數 有沒有很長 我們一般比如說像紫外線 然後降雨機率 我們都比較習慣用什麼 百分比的 可不可以 算一下數學 可以啦 怎麼算 來 因為 你先停止一下 來 我現在偵測到的 請問可以四捨五度嗎 可以 你就從這邊 進階功能裡面 有一個叫數值轉換 有沒有看到四捨五度 小數到第幾位 這裡 不過這邊 有很多我們會不小心找錯地方 因為在基本功能裡面 數學是 也有一個叫四捨五度 可是這邊沒有到小數幾位 所以 如果你用了這個 我可以很大膽的告訴你 只有0跟1 因為4以下 5以下 0 5以上 0.5以上 1 就這樣 所以沒有什麼結果 所以你不要弄錯了 找哪裡 找進階功能裡面的數值轉換 現在要把它丟出來 這樣子 那我們再Play一次 你來看看 好 有沒有發現0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小數點0位 對不對 我要小數點2位 記得改過的 我按Play一次 有沒有這樣比較和來可親一點 有嘛 但是呢 我們希望他 能夠跟我們平常用的百分比相同 所以我們再加一個 再加哪一個 一樣數值轉換 有沒有叫尺度轉換 你們在看那個地圖的時候 應該都有看過所謂比例詞吧 原來的數字多少 轉換之後變0到100 有沒有 所以我就把這個 再把它拉出來 告訴他 你45度之後的 我再把你轉成到 0到100 這樣可以 就會再0到100之間 那我們 要這樣去跟別人講 就比較容易 一般使用者在看的時候 就比較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給你先試看看 怎麼樣去取得 這個光明的數值 好 好 好